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看看美元指数的日线图 今天是最后一个假日日 大家还记不记得 刚刚过了五个月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今年年初大部分人认为美元会升 因为美国会加息 但如果看五个月 原则美元会下跌 但还有一个特征可以注意 在日线图中看到美元指数 日线图是2017年第一个交易日 103.70 之后发生什么事 由月头跌到月尾 再由月尾升到月头 即是一月跌二月升三月跌 四月最后一个星期反弹 然后再跌 然后到五月头 又是跌少少反弹 反弹再跌 想说什么呢 如果这样去看 即是美元现在给到我们的讯号 就是月头月尾 都开始有一个新的动作 然后做一个趋势出来 如果我们看到跌一个月升一个月 原来跌两个月不止 一二三 原来可以说跌了三个月 即是跌了一个月 反弹了一个月之后 便跌持续三个月 今天是最后一个假日 是否代表美金可能是五月份的日落 即是96.7% 可能暂时会止血 但少少之后才会出现新的趋势 但大家要知道 但完这下之后 如果美元再跌穿今个月的日落 是否代表六月份 但美元也会跌 大家可以留意 因为美元指数原来给了这样的讯号 看看货币 昨天的欧元也是升的 因为星期一跌了一点 昨天的欧元最低落到111.110左右 但升上升到111.110左右 即是刚刚升到18点左右 今天怎看呢 如果这样的状况 可能我会试试买欧元高一点才再沽 接近这些位置才考虑沽 可能要到112.40这些位置才考虑沽 但今天未必会有相对较好的价去买 我认试日元 日元一直在等第二段调整 亦算是做了这个调整 但很可惜 调整完一直都没有再反弹 昨天日元一直站在111.06上落 但大家知道 1050是第二段我经常博的反弹位置 但一直在试试都打不起 但也没办法 到这些位置都是反弹的 因为上次最低落到111.110的20多 如果能反弹是比较早一点 看来绑 反而这两天是积极 下个星期就是6月8日 英国的选举 会否有突发的事 看近期的黑天鹅 似乎影响只是影响一天 所以大家要注意 会否绑会反弹 又再跌一跌再再升 因为绑可能开始好一点 大家要留意 因为跌了很久 瑞士没办法跟着美元走 不是很明显的方向 没有什么方向 大家知道 我会博反弹 因为一直在这些价格 没有改变 其实接近0.97 30多这些位置 我仍然买多 澳洲指上落 因为刚刚加期 加指反而一直在低位 仍然在3-4 可能博反弹 美元指数已提及 似乎这几天 可能会跌一跌 下个月才有新趋势 所以大家可以 除了关注短线之外 都可以留意美金日线图 看看有没有 我们所说的 一些比较特别的 新方向出现 至于详细的价格 记得到SkyFarland 的Facebook专页 及YouTube的视频 订阅 便会收到我们的策略 今天节目到此 我们下期再见 到晚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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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